真的是比较麻烦一些些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话 当然比较麻烦 可是问问题 导致也还好 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地方是所谓的预设模式 那预设模式部分的话 就是说 哎是用二维的方式来做 二维的方式 其实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一维也没关系 然后其实很多城市嘛 也可以改成一样 因为argument是 就是我们传进的argument是一维的嘛 那如果说你读进来的也改成一维的话 底下的判断是其实可以共用 因为都是一维的 差别只是说什么 差别是说你判断到底 这个你的argument里面有没有 这边有判断了 判断你的total 就是你argument的legs 也就是说你的参数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是执行自由模式 这个自由模式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才是预设模式 那基本上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再修改一下 那我这边是写成二维的 其实各位也可以把它改成 改成一维的也没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独入这个阵列的方式 有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是把它这样先宣告再读入资料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你也可以 宣告一个阵列也是二维 后面的话就不需要这个了 直接给大瓜糊 然后给两个资料 有没有 其实应该你们在交话课程里面也有讲 就不会这么农场 就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就不用这么多行 好 ok 那写法上不同了 不过这个方式 为什么我之所以会写这样的方式 写这样的 其实写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好理解 我们看也比较看得懂了 比较好去比较不会错 为什么 因为他的架构一定是五五五五 五笔资料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五五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他有点类似一个table 就是你的database database一个表格吗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我昨天讲过说 他基本上很类似 一个虚拟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 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样 呃 总共就是我们给给五列的五笔资料 好 五笔一二三四 我大概五笔资料 然后两个栏位 也就是我今天放进来 那这一 第一栏的话是放那个 我们的中文的名称 然后呢 第二栏是放英文的名称 所以大概基本架构就是这样子 把它放过来 好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 就读 就是第一个先 呃 给一个时间 然后再来去跑 好 跑 他的那个 呃 这个题目出来 然后最后做一个计算 就是说一个end 就是他最